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劳动基准法 劳动基准法系规范劳动条件最低标准之法律 依劳动基准法第一条第二项规定 雇主与劳工锁定劳动条件 不得低于劳动基准法锁定之最低标准 劳动基准法之地位 依劳动基准法为个别劳工法 劳工法系以劳动现象为立法对象之法规总称 就其个别具体之法规之立法出发点为基准 劳工法可大别为个别劳工法 集体劳工法 以个别劳动者为立法出发点者为个别劳工法 劳动基准法虽适用于数百万劳工 但劳动基准法是以个别 单依劳工为其立法对象 故为个别劳工法 二 劳动基准法为劳工保护法 劳工保护法系指劳动关系终需以国家干预之项目 如工资 工时 安全卫生等 为立法之内容 劳工保护法以保护劳动者为目的 刻不主义作为或不作为之公法上义务 该法为公法范畴 如有违反 国家机关可予以处分 论及劳工保护法时应思考保护必要性 保护必要性长随时间空间而有不同 劳动基准法之性质 一 劳动基准法为国内法 二 劳动基准法为公法 公法者乃国家得要求人民尽一定之义务 如兵义法 税法等 劳动基准法系国家要求雇主应遵守最低劳动条件之标准 劳动基准法虽刻雇主义务 但借由形成之反设立亦达到对劳动者之保护 劳动基准法中公法性质表现之条文为法则 其间又可分为行政法与行事法 所谓行事法为处以有其徒刑 居易 罚经者 所谓行政法为处以罚还者 三 劳动基准法为实体法 劳动基准法之相关立法 与劳动基准法相关之立法 依其时间先后说明如下 一 劳工保险条例 定颁于民国四十七年 同年施行 与劳动基准法相关者为 劳工保险条例中之职业灾害保险制度 并以职业灾害保险中之己附底充故主于职业灾害中应有之补偿 二 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 定颁于民国九十年十月三十一日 与劳动基准法相关者为 职业灾害劳工劳动契约之中指示疑 三 性别工作平等法 其前身为两性工作平等法 后改称性别工作平等法 定颁于民国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 同年三月八日施行 与劳动基准法相关者为 性别歧视之禁止 促进工作平等措施 四 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 劳动基准法相关者为 大量解雇之含义 大量解雇之程序等 五 劳工退休经条例 定颁于民国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施行于九十四年七月一日 与劳动基准法相关者为 建立另一新的退休制度 并逐渐取代原有劳动基准法之退休制度 名词定义 一 工资 一 所谓工资 在劳动基准法中系指劳工因工作而获得之报酬 包括工资 薪金及暗季时 季日 季月 季鉴以现金或食物等方式给付之奖金 津贴及其他任何名义之经常性给予均属之 劳动基准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 二 劳动基准法施行细则第十条所列非经常性给付大体而言可分为激励性给付 如红利 年终奖金 业绩奖金 竞赛奖金 研究发明奖金等 身份性给付 如中秋 端午礼金 生日 婚丧礼金等 与事务性给付 如保险费 拆旅费 拆旅贴 交际费 工作服等 令除上述三大类外 尚有职业灾害补偿费一属非经常性给付 亦不得计入工资之计算 二 平均工资 所谓平均工资一劳动基准法第二条第一项第四款之规定 细未计算是由发生之当日前六个月内所得工资总额除以该期间之总日数所得之金额 工作未满六个月者 未工作期间所得工资总额除以工作期间之总日数所得之金额 适用范围 劳动基准法于民国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劳动基准法第一次修正 扩大适用范围 不再以行业别为适用于否之判定基础 改以劳固关系为劳动基准法适用之原则 而不论该劳固关系存在于何种行业之中 劳动基准法第三条第三项 当是人间本于从属关系所形成劳务提供与报酬及付之关系 即可谓为劳固关系 劳动契约期间 劳动基准法对劳动契约定期于否非本于当事人之意思 而赖于工作之性值 劳动基准法第九条规定 除零时性 短期性 季节性及特定性工作得为定期契约外 有继续性工作因为不定期契约 其中零时性或短期性工作之定期契约届满后 如劳动者继续工作而雇主不及表示反对意思 或于其满后虽有令定新约 但其前后劳动契约之工作期间超过九十日 前后契约间断期间未超过三十日者 则是为不定期契约 劳动基准法第九条第一项第二款 劳动契约 终止 一 雇主单方之意思表示 劳动基准法第十六条 不可规则于劳动者之事由终止时 一 劳动基准法第十一条规定 雇主应不可规则于劳工之事由而你终止劳动契约时 应经预告 所谓不可规则于劳工之事由有 一些业货转让时 二 亏损或业务紧缩时 三 应不可抗力暂停工作在一个月以上时 四 业务性质变更有减少劳工之必要又无适当工作可供安置时 五 劳工对于所担任之工作不能升任时 另一 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雇主对于职业灾害劳工预告终止之事由仅限于下列三项 一些业货重大亏损 报经主管机关核定者 二 职业灾害劳工经治疗终止后 经公立医疗机构认定心神丧失或身体残废不堪生任工作者 三 因天灾 事变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致事业不能继续经营者 报经主管机关核定者 雇主依上述之事由终止劳动契约者应经预告终止 其预告期间则以劳动者工作期间之长短为定 继续工作三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十日前预告 继续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二十日前预告 继续工作三年以上者三十日前预告 二 雇主单方之意思表示 劳动基准法第十二到十三条 依可规则于劳工之事由终止时 劳动契约应可规则于劳工之事由而你终止时 无需先经预告 可规则于劳工之事由者 如劳动基准法第十二条之规定 二 劳动基准法第十三条 雇主之终止劳动契约不论其为需经预告或不经预告 如劳工于劳动基准法第五十条之分免停止工作期间或第五十九条职业灾害之医疗期间 雇主不得终止劳动契约 然而雇主系因天灾事变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事业不能继续时 余报经主管机关核定者 人得于分免之停止工作期间或职业灾害医疗期间内终止劳动契约 三 劳工单方之意思表示 劳动基准法第十四条 劳动基准法就劳动关系之保护中 对不定期劳动契约劳工终止之事由意味为规定 但应本于劳动者之自由意思 程序上仅要求应经预告 至于定期劳动契约则是年资而定不同预告期间 为例外义规定劳工得不经预告而终止 四 预告终止终止劳动契约 劳动基准法第十六条第一项 雇主一第十一条之事由终止劳动契约者应经预告终止 其预告期间则以劳动者工作期间之长短为定 继续工作三个月以上一年未满者十日前预告 继续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满者二十日前预告 继续工作三年以上者三十日前预告 劳动契约终止后的雇主义务 依给予求职十日 雇主一劳动基准法第十一条终止劳动契约时 劳工为令谋工作得于工作时间请假外出 其请假时数每星期不得超过二日之工作时间 且请假期间之工资照给劳动基准法第十六条第二项 二发给服务证明书 劳动契约终止时劳工如请求发给服务证明书者不得拒绝 三级付资遣费 雇主应劳动基准法第十七条终止劳动契约者 雇主应发给资遣费 劳工依劳动基准法第十四条之事由不经预告终止劳动契约者 亦可依本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向雇主请求资遣费 工资的保护 劳动基准法对于最低工资之保护定于该法第二十一条 对于最低工资延长工时休假日之工资亦有特别规定保护之 退休 一退休条件 劳动基准法就劳工退休有专章之规定 劳工之退休又有自请退休与强制退休之分 劳工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满五十五岁或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工作十年以上年满六十岁者为自请退休之条件 劳动基准法第五十三条 工作年资与年龄为自请退休之考量要件 二退休准备金 事业单位 一劳动基准法第五十六条或劳工退休经条例 第十三条规定提拨劳工退休准备金 职业灾害的补偿 一劳动基准法第五十九条规定 劳工应遭遇职业灾害而致死亡残废 伤害或疾病时雇主应予以下列之补偿 一医疗补偿 凡属医疗必须之费用雇主均应予以补偿 职业病之种类及其医疗范围 一劳工保险条例有关之规定 二工资补偿 三残废补偿 四死亡补偿 五保险给付与职灾补偿之抵充 六职灾补偿与损害赔偿之抵充 劳动基准法第六十条规定 雇主给付职业灾害补偿之金额 此为职业灾害补偿可抵充损害赔偿之依据 劳工保险条例 劳工保险种类与主管机关 一劳工保险种类 劳工保险之分类及其给付种类如下 劳工保险条例第二条 一普通事故保险分身遇伤病失能老年及死亡五种给付 二职业灾害保险分伤病医疗失能及死亡四种给付 二主管机关 劳工保险之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劳动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劳工保险条例第四条 强制投保对象 依照劳工保险条例第六条规定 年满15岁以上65岁以下之下列劳工 应以其雇主或所属团体或所属机构为投保单位 全部参加劳工保险为被保险人 一受雇于雇用劳工五人以上之工 民营工厂 矿厂 盐厂 农厂 牧厂 林厂 茶厂之产业劳工及交通 公用事业之员工 二受雇于雇用五人以上公司 行号之员工 三受雇于雇用五人以上之新闻 文化 公益及合作事业之员工 四依法不得参加公务人员保险或私立学校 交职员保险之政府机关及公私立学校之员工 五受雇从事渔业生产之劳动者 六在政府登记有案之职业训练机构接受训练者 七无一定雇主或自营作业而参加职业工会者 八无一定雇主或自营作业而参加于会之甲类会员 前述规定于经主管机关认定其工作性质及环境 无碍身心健康之未满十五岁劳工一试用之 前二项所称劳工 包括在职外国籍员工 自愿投保对象 依照劳工保险条例第八条规定 下列人员得准用本条例之规定参加劳工保险 一受雇于第六条第一项各款规定各业以外之员工 二受雇于雇用未满五人之第六条第一项第一项第一款 至第三款规定各业之员工 三实际从事劳动之雇主 四参加海员总工会或船长工会为会员之外雇船员 继续加保 一依照劳工保险条例第九条规定 被保险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继续参加劳工保险 一应征照服兵役者 二派遣出国考察 研习或提供服务者 三应伤病请假滞留职停薪 普通伤病未超过一年 职业灾害未超过二年者 四在职劳工 年于65岁继续工作者 五应案停职或被积压 未经法院判决确定者 二被保险人参加保险 年资合计满15年 被裁减资浅而自愿继续参加劳工保险者 由原投保单位为其办理参加普通事故保险 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子 劳工保险条例第九到一条第一项 生育给付 一请领资格 一劳工保险条例第2031条 一被保险人参加保险满280日后分娩者 二被保险人参加保险满181日后早产者 三参加保险满84日后流产者 四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间怀孕且符合 一二之参加保险日数 于保险效力停止后一年内因同一怀孕事故而分娩或早产者 被保险人支配偶分娩早产或流产者 比照前述规定办理 二全民健康保险施行后 男性被保险人支配偶分娩早产 流产及女性被保险人流产者 均不得请领生育给付 仅女性被保险人分娩或早产可以请领生育给付 三早产定义 依照中华民国妇产科医学会 79年12月20日第079号函事规定 所谓早产 细认生周数大于20周 小于37周生产者 或胎儿出生时体重大于500公克 少于2500公克者 二、给付标准 劳工保险条例第32条 一被保险人或其配偶分娩或早产者 按被保险人平均月投保薪资一次 给予分娩费30日 流产者减半给付 二被保险人分娩或早产者 除给予分娩费外 并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资一次 给予生育补助费60日 三分娩或早产为双生以上者 分娩费及生育补助费比例增给 四被保险人难产 以申领住院诊疗给付者 不再给予分娩费 五被保险人同时符合相关社会保险 生育给付或英军公教身份 请领国家给予之生育补助请领条件者 仅得则亦请领 但农民健康保险者不在此限 伤病给付 一、请领资格 一普通伤病补助费 被保险人遭遇普通伤害 或普通疾病住院诊疗 不能工作 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资 正在治疗中者 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 得请领普通伤病补助费 门诊或在家疗养期间均不在给付范围 劳工保险条例第33条 二、被保险人应执行职务 而致伤害或职业并不能工作 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资 正在治疗中者 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 得请领职业伤病补偿费 劳工保险条例第34条 二、给付标准 一普通伤害补助费 及普通疾病补助费 均按被保险人遭受伤害 或罹患及病住院诊疗 至当月起 前六个月平均月 投保薪资之半数 自住院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发给 每半个月给付一次 以六个月为限 但伤病事故前参加保险支年资 已满一年者 增加给付六个月 前后合计共为一年 劳工保险条例第35条 二、职业伤害补偿费 及职业并补偿费 均按被保险人遭受伤害 或罹患职业病之 当月起 前六个月平均月 投保薪资百分之七十 自不能工作之第四日起发给 每半个月给付一次 如经过一年尚未痊愈者 减为平均月 投保薪资之半数 但以一年为限 前后合计共发给二年 劳工保险条例第36条 医疗给付 种类 一、被保险人罹患伤病时 应向保险人自设 或特约医疗院 所申请诊疗 劳工保险条例第40条 二、医疗给付分门诊 及住院诊疗 劳工保险条例第39条 一、门诊 门诊及付范围如下 劳工保险条例第41条 一、诊查 包括检验及会诊 二、药剂或治疗材料 三、处置 手术或治疗 前项费用 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百分之十 但以不超过中央主管机关 规定之最高负担金额为限 二、住院诊疗 劳工保险条例第42条 被保险人合余下列规定之一 经保险人自设 或特约医疗院所诊断 必须住院治疗者 由其投保单位申请住院诊疗 但紧急伤病 需直接住院诊疗者 不在此限 一、应职业伤害者 二、应罹患职业病者 三、应普通伤害者 四、应罹患普通疾病 于申请住院诊疗前 参加保险支年资合计满45日者 三、住院诊疗及付范围 劳工保险条例第43条 一、诊查 包括检验及会诊 二、药剂或治疗材料 三、处治、手术或治疗 四、膳食费用30日内之半数 五、劳保病房之供应 以公保病房为准 前述 一、至、三、及、五、费用 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百分之五 但已不超过中央主管机关 规定之最高负担金额为限 被保险人自愿住较高等病房者 除依前述规定负担外 其超过之劳保病房费用 由被保险人负担 四、不保项目 医疗给付不包括法定传染病 麻醉药品是好症 接身、流产、美容外科 一尺、一眼、眼镜或其他附属品之装置 病人运输、特别护士看护 书写、挂号费、证件费、医疗院 所无设备之诊疗及上述未包括之项目 但被保险人因紧急伤病 经保险人自设或特约医疗院 所诊断必须书写着 不在此线劳工保险条例第44条 失能给付 一、请领资格 一失能年金 劳工保险条例第53条 被保险人遭遇伤害或罹患疾病 经治疗后 症状固定 在行治疗人不能期待其治疗效果 经全民健康保险特约医院诊断为永久失能 并符合失能给付标准 或为身心障碍者 权益保障法所定之身心障碍 且经评估为终身无工作能力者 得请领失能年金给付 二失能一次经 劳工保险条例第54条 一、被保险人遭遇伤害或罹患疾病 经治疗后 症状固定 在行治疗人不能期待其治疗效果 经全民健康保险特约医院诊断为永久失能 并符合失能给付标准规定 且失能程度为达终身无工作能力者 得一次请领失能给付 二、被保险人知失能程度 经评估为终身无工作能力 且于98年1月1日前有保险年资者 亦得选择一次请领失能给付 二、给付标准之规定与失能项目 一劳保失能给付系 按劳工保险失能给付标准及其付表 所定之失能项目 失能等级及给付日数审核办理 二、失能项目 一劳工保险失能给付标准及其付表 以身体失能部位不同计分 精神、神经、眼、耳、鼻、口、胸腹部脏器 躯干、头脸颈、皮肤、上肢等 12个失能种类 220个失能项目 15个失能等级 三、保薪资之计算 一失能年金 按被保险人加保期间最高60个月之月 投保薪资平均计算 二、失能一次经 含职业伤病失能补偿一次经 按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 及诊断永久失能日期 之当月起前6个月之时 计月投保薪资平均计算 平均日投保薪资 以平均月投保薪资除以30计算之 三、被保险人同时受雇于 二个以上投保单位者 其普通事故保险给付之月 投保薪资得合并计算 不得超过劳工保险投保薪资 分级表最高一级 但连续加保未满30日者 不予合并计算 四、给付标准之给付额度 一失能年金 一、依被保险人之保险年资计算 每满一年 发给平均月投保薪资之1.55% 及平均月投保薪资成年资 一百分之55 二、金额不足薪台币4000元者 按薪台币4000元发给 三、被保险人 具有国民年金保险年资者 以缴纳保险费之年资 每满一年 按其国民年金保险之月 投保金额百分之1.3计算 发给及国保之月投保金额 成缴费年资一百分之3 四、合并劳工保险失能年金 给付及国民年金 保险身心障碍年金 给付后 金额不足薪台币4000元者 按薪台币4000元发给 五、因职业伤害或罹患职业 病失能者 另一次发给20个月 职业伤病失能补偿一次金 六、保险年资未满一年者 依实际加保月数 按比例计算 未满30日者 以一个月计算 七、眷属补补助 A加发眷属补补助 请领失能年金给付者 同时有符合下列条件之配偶 或子女时 每一人加发一第53条规定 计算后金额25% 只眷属补助 最多加计50% 非停发眷属补助 眷属资格不服时 其眷属补助应停止发给 二、失能一次金 应普通伤害或罹患 普通疾病失能者 最高第一等级 给付日数1200日 最低第15等级 给付日数30日 应职业伤害或罹患职业 病失能者 增给50% 及给付日数最高为1800日 最低为45日 三种给付项目 老年年金给付 老年一次金给付 一次请领老年给付 97年12月31日之前 有劳保年资者 才能选择一次请领老年给付 98年1月1日 劳保年金施行后 初次参加劳工保险者 不得选择一次请领老年给付 上述给付经老保局合付后 不得变更 一、请领资格 一、老年年金给付 被保险人合余下列规定之一者 得请领老年年金给付 一年满60岁 保险年资合计满15年 并办离离职退保者 上开请领年龄自98年 至106年为60岁 107年提高为61岁 109年提高为62岁 111年提高为63岁 113年提高为64岁 115年以后为65岁 二、担任具有危险 坚强体力等特殊性职制 工作合计满15年 年满55岁 并办离离职退保者 二、老年一次金给付 年满60岁 保险年资合计未满15年 并办离离职退保者 上开请领年龄自98年 至106年为60岁 107年提高为61岁 109年提高为62岁 111年提高为63岁 113年提高为64岁 115年以后为65岁 三、一次请领老年给付 被保险人于98年1月1日 劳工保险条例施行前 有保险年资者 于符合下列规定之一时 亦得选择一次请领老年给付 经本局合付后 不得变更 一、参加保险之年资合计满一年 年满60岁 或女性被保险人 年满55岁退职者 2、参加保险之年资合计满15年 年满55岁退职者 3、在同一投保单位 参加保险之年资合计满25年退职者 4、参加保险之年资合计满25年 年满50岁退职者 5、担任具有危险 坚强体力等特殊性职制工作 合计满5年 年满55岁退职者 6、转投军人保险 公教人员保险 符合劳工保险条例 第76条保留劳保年资规定退职者 2、给付标准 1、老年年金给付 1、一下列二种方式则优发给 1、平均月投保薪资 乘年资0775加3000元 2、平均月投保薪资 乘年资一百分之55 2、平均月投保薪资 按加保期间最高60个月之 月投保薪资平均计算 3、保险年资未满一年者 1、其实际加保月数 按比例计算 未满30日者 以一个月计算 4、打老年年金给付 请领年龄而提前请领者 以5年为限 每提前一年按给付金额 减给百分之4 最多提前5年减给百分之20 5、符合老年年金给付请领年龄 而延后请领者 每延后一年按给付金额 增给百分之4 最多增给百分之20 6、提前或延后请领期间 未满一年者 依其实际月数按比例计算 7、提前或延后请领后 减给和增给比例 不会再变更 2、老年一次经给付 1、给付金额 等于平均月投保薪资 乘几负月数 2、平均月投保薪资 按加保期间最高60个月 支月投保薪资平均计算 参加保险未满5年者 按其实际投保年资 支平均月投保薪资计算 3、保险年资合计每满一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资 发给一个月 保险年资未满一年者 依其实际加保月数 按比例计算 未满30日者 以一个月计算 于60岁以后之保险年资 最多以5年计 3、一次请领老年几付 1、几付金额 等于平均月投保薪资 2、平均月投保薪资 按退保当月起 前三年之实际月投保薪资 平均计算 参加保险未满三年者 按其实际投保年资 支平均月投保薪资计算 3、保险年资合计每满一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资 发给一个月 保险年资合计超过15年者 超过部分 每满一年发给两个月 最高以45个月为限 被保险人于60岁继续工作者 其余60岁以后之保险年资 最多以5年计 合并60岁以前之 依次请领老年给付 最高以50个月为限 4、保险年资未满一年者 依其实际加保月数 按比例计算 未满30日者 以一个月计算 本人死亡给付 丧葬津津贴 1、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间 因普通伤病或因职业伤害 或罹患职业并死亡时 由支出病葬废之人 按被保险人死亡之当月 含 其前六个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资 请领丧葬津津贴五个月 2、被保险人死亡 其遗属不符合 请领遗属年金及付 或遗属津贴条件 或无遗属者 由支出病葬废之人 按被保险人死亡之当月 含 其前六个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资 请领十个月丧葬津贴 遗属津贴 1、请领资格 被保险人于98年1月1日前 有保险年资者 在保险有效期间死亡 已有配偶 子女及父母 祖父母或受被保险人生前 抚养之孙子女及兄弟姐妹者 2、己父标准 1、普通伤病死亡 1、保险年资合并未满一年者 按其死亡之当月 含 其前六个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资 一次发给十个月以数津贴 2、保险年资合并已满一年 而未满二年者 按其死亡之当月 含 其前六个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资 一次发给二十个月以数津贴 3、保险年资合并已满二年者 按其死亡之当月 含 其前六个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资 一次发给三十个月以数津贴 2、应职业伤害或罹患职业并死亡 不论保险年资 按其死亡之当月 含 其前六个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资 发给四十个月以数津贴 3、受领以数津贴的顺序 1、配偶及子女 2、父母 3、祖父母 4、受被保险人抚养之孙子女 5、受被保险人抚养之兄弟、姐妹 所称父母、子女系 只身身父母、养父母、婚生子女 包括医民法规定是为婚生子女者 或以依法收养并办妥互及登记 满六个月之养子女而言 养子女不得请领身身父母之以数津贴 以数年金 1、请领资格 1、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间死亡者 2、被保险人退保 于领取失能年金给付或老年年金给付期间死亡者 3、保险年资满十五年 并符合劳工保险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 向各款所定请领老年给付资格 于未领取老年及父前死亡者 2、遗属顺序 1、配偶及子女 2、父母 3、祖父母 4、受抚养之孙子女 5、受抚养之兄弟、姐妹 3、请领条件 1、配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年满五十五岁 且婚姻关系存续一年以上 但如无谋生能力或有抚养下数比相之子女 不在此限 2、年满四十五岁 且婚姻关系存续一年以上 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过投保薪资分级表第一级 2、子女 养子女需有收养关系六个月以上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未成年 2、无谋生能力 3、二十五岁以下 在学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过投保薪资分级表第一级者 3、父母 祖父母年满五十五岁 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过投保薪资分级表第一级者 4、受被保险人抚养之孙子女 符合前数地比相子女条件之一者 5、受被保险人抚养之兄弟 姐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未成年 2、无谋生能力 3、年满五十五岁 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过投保薪资分级表第一级 4、给付标准 1、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间死亡者 1、被保险人之保险年资合计每满一年 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资支1.55%计算 2、被保险人退保 于领取失能年金给付或老年年金给付期间死亡 或保险年资满十五年 并符合劳工保险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 向各款所定请领老年给付资格 于未领取老年给付前死亡者 1、是能年金或老年年金给付标准计算后金额之半数发给 3、钱数计算后之给付金额不足新台币三千元者 按新台币三千元发给 4、发生殖灾至死亡者 除发给年金外 另加发十个月之灾死亡补偿一次金 5、以署加计 同一顺序以署有二人以上时 每多一人加发百分之二十五 最多加计百分之五十 加数死亡给付 丧葬津津贴案 其加数死亡之当月 含其前六个月之被保险人平均月投保薪资 三位满十二岁之子女死亡时发给1.5个月